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韩国SK警告欧洲过度依赖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 AIA腾讯领跌 恒生指数在15000点附近徘徊 资本呼叫中国电动汽车 澳大利亚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可能面临税收压力 这可能会导致他们选择前往新加坡 香港的银行正在探索取消支票转向电子支付 请大家收看 韩国SK警告欧洲过度依赖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 金融时报 一位韩国业界领导人表示 欧洲正面临过度依赖中国电动汽车电池的危险 因为欧洲在推动国内生产方面缺乏一致的战略 AIA腾讯领跌 恒生指数在15000点附近徘徊 南华早报 中国决定不降低于抵押贷款相关的贷款利率 并投资者失望 香港股市跌至15个月低点 恒生指数下跌2%至1504.77点 为2022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科技指数下跌2.5% 上证宗旨下跌0.9% 跌至2020年4月以来的水平 月度设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保持在3.45% 而作为抵押贷款融资基准的五年期利率保持在4.2% 外国投资者在2024年已经抛售了315亿元人民币44亿美元的内地上市股票 资本呼叫中国电动汽车 路透观点 中国承认其电动汽车EV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并承诺采取措施予以减少 北京一直在支持该国EV行业的增长 导致了快速扩张和制造中心的出现 然而 这也导致了产能过剩问题 估计每年超过500万至1000万辆车 政府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在不损害该行业的情况下减少产能过剩 该行业被视为中国经济的亮点 澳大利亚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可能面临税收压力 这可能会导致他们选择前往新加坡 南华早报 澳大利亚商会香港总会会长呼吁政府与澳大利亚谈判达成双重税收协定 称这样的协议将确保香港对来自澳大利亚的人才保持吸引力 否则这些人才可能会选择前往区域竞争对手新加坡 堪培拉方面也在考虑对其自身的税收居民身份框架进行改革 这可能会影响在香港居住的一些澳大利亚侨民 如果堪培拉提出的税收改革成为法律 将会影响到一些澳大利亚侨民 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183天或更长时间的人需要在那里缴纳所得税 澳大利亚希望将这个天数减少到45天 适用于那些在澳大利亚拥有居住权、家庭、住房或其他经济利益的人 据悉 澳大利亚财政部正在考虑去年9月结束的征求意见期间收到的意见 香港的银行正在探索取消支票 转向电子支付 南华早报 香港银行工会HPAB正在制定一项取消支票使用的路线图 因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电子支付方式越来越受欢迎 去年12月 香港的支票交易额同比下降13% 至4886亿港元625亿美元 而通过更快支付系统的交易额增长39% 达到4302.4亿港元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首席执行官林卵表示 HPAB的主席将组织一个工作组 探讨各种可能性和选择 鼓励支票用户转向数字支付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完全取消支票使用 亚洲对冲基金创始人为了在全球巨头公司获得高薪而关闭公司 彭博社 亚洲对冲基金创始人越来越多地加入Citado和 Millennium Management等更大的全球竞争对手 因为资金筹集困难和产生更高回报的压力使独立创业变得不太吸引人 此举是受到较高的利率的推动 这提高了预期回报 并预计会鼓励更多亚洲对冲基金创业者拥抱更大的全球公司 到2023年6月底的三个季度 该地区的对冲基金关闭数量至少是新开业数量的两倍 对中国资产的忧虑正在蔓延 不仅仅局限于受打击的股票 彭博社 投资者预计 由于对中国资产的怀疑情绪蔓延 人民币和中国政府债券今年将表现不佳 随着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仍处于低迷状态 该国的熊市情绪进一步加剧 投资者认为 中国人民银行降息的空间比其全球同行更小 后者的借款成本现已达到多年高点 为什么中国禁止其他国家获取其稀土磁体技术 南华早报 中国已加强对稀土加工技术出口的禁令 包括制造永磁体的技术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供应商和加工商 旨在巩固其在稀土磁体生产方面的主导地位 并迎头赶上日本在高性能磁体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 这项新禁令也是中美技术战争的一部分 这些限制措施出台之际 其他国家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首 在稀土开采方面取得了进展 中国在全球稀土生产中的份额 从10年前的约90%下降到2022年的约70% 其他国家对中国稀土供应的需求也发生了转变 更加关注高端产品 中国稀土磁体的出口在过去两年中增长了一倍以上 它们是中国出口量最大的稀土产品 这项禁令包括制造三种稀土永磁体的技术 山谷 适合女铁棚 ND菲碧 在边境线上的香港一侧 企业在大陆游客减少的情况下艰难经营 南华早报 位于中国边境附近的香港上水镇的店主们 正面临因新冠疫情而导致销售大幅下滑的困境 在危机之前 该地区是吸引大量免税购物者的磁铁 这些购物者将商品以高价跨境转售获利 政府目前正在与内地当局商讨 以允许更多的一日游客来香港 然而 一些店主表示 消费者行为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网购的新奇已经消除了对免税购物者的需求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在六度简报中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热门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韩国警告欧洲过度依赖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 这显示出欧洲在国内生产方面缺乏一致的战略 接下来 我们看到香港股市下跌 这是因为中国决定不降低于抵押贷款相关的贷款利率 这令投资者失望 另外 中国也承认其电动汽车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这将成为政府面临的挑战 此外澳大利亚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可能面临税收压力 这可能会导致他们选择前往新加坡 最后 我们看到香港的银行正在探索取消支票 转向电子支付 这些都是当今金融和经济领域的重要动态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韩国的警告提醒我们 不应过度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供应链 在电动汽车这个领域 中国目前是主要的电池生产国 这使得其他国家面临一定的风险 因此 欧洲需要加强自己的国内生产能力 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同时 中国也需要解决自己的产能过剩问题 以保持行业的健康发展 接下来 我们看到香港股市的下跌和澳大利亚外籍人士 面临的税收压力 这些都与中国的政策和经济环境有关 中国决定不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导致投资者失望 这对香港的股市造成了影响 同时 澳大利亚正在考虑改革自身的税收制度 这可能会影响在香港居住的一些澳大利亚侨民 这些情况都显示了中国的政策 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 此外 我们还看到香港的银行正在探索取消支票 转向电子支付 这是一个趋势 也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子支付方式 支票的使用率下降 这也反映出人们对更快 更方便的支付方式的需求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都显示出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变化和挑战 在全球化的时代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这也意味着彼此的问题和挑战也相互影响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这些变化 并找到应对的方法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你对香港银行取消支票有何看法 请在留言中与我分享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